不断回忆过去是抑郁吗 主文医生特药专家乔树珍 陕西省中医医院脑病和主人医师 不断回忆过去呢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强迫症的一个典型表现 强迫症呢 一般来说 它就是有一些强迫的一些观念 比如说一些老害怕呢 这个窗户呀门呀没有关呀 老反复地去检查 还有就是一个强迫回忆 就是说它总续回忆过去的事情 尤其是那个不愉快的一些事情 而且回忆了以后还有一些自责呀 以前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个做得不对呀 或者什么呢 再就是呢一些强迫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衣服啊 就老是去洗总觉得没有洗干净 不停地在那洗衣服 或者是总觉得手没洗干净 不停地洗手 或者是也就是刚才说的一些 这个门窗呀 或者老是怕没有关呀 反复地去检查 还有一些病人会出现这个强迫的 这个它就是走到哪儿 它就要去数 数那个楼层 或者是数那个什么数术呀这些 就是这些呢 它都是一个强迫症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那么强迫症呢 这个在临床上 它一般来说治疗呢 它都是用这个抗抑郁的药物来治疗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个蛇取磷这个药呢 治疗强迫症呢 是效果比较好的 强迫症呢 是和抑郁症呢 它在这个精神病的这个分类里头 它不算一个病 但是属于一类的 都属于神经症的范畴 但是呢 强迫症一般来说 用的药都是抗抑郁的药物来治疗 尤其是蛇取磷 对这个强迫症的这个治疗 效果比较好